恶毒丈夫晚上暴揍完妻子 第二天就躺在了殡仪馆 接到丈夫死讯的尚恩面无表情 来到面馆大口大口地缩起挂面 往日暴鱼龙虾都没胃口的尚恩 今天却食欲大增 面对警察的询问 尚恩坚称没发现丈夫昨天有什么反常 只知道他约了一个儿育员的院长 一起夜调谈业务 丈夫下车后他便独自一人开车回了娘家 但实际上 昨天他看到的丈夫反常到了极点 首先是车上藏着一部女士手机 还对尚恩说我们马上就要发财了 原本约定好的带尚恩回娘家 可丈夫却开车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别墅小区 尚恩看到与丈夫交谈的女人头上 带着一条丝巾 和自己脖子上丈夫送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丈夫带着皮箱走进院子后 尚恩忍不住好奇翻出了那部手机 他刚想开机查看 突然一只大狗趴了上来 惊吓过后尚恩才发现手机掉进了座椅的夹缝中 他掏了半天也没能掏出来 看到丈夫从院子里出来 尚恩只能停下动作让手机暂时藏在家缝里 而他丈夫回到车里后 整个人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很快警察便查到了尚恩所说的院长条载号 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尚恩的丈夫金允范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公司辞退 他和朴在号已经没有业务可谈 尚恩这才知道丈夫早已失业 但是在家里丈夫却从未跟他提起过 从警局里出来后尚恩来到面馆大吃特吃 期间万年不曾联系的小叔子突然来电 电话刚接通对面就开始谴责 哥哥莫名其妙地往家里寄了一堆东西 然后搞失踪 现在他已经把东西全部退回 还说以后再这样就断绝关系 小叔子既然这样尚恩也不惯着他 尚恩回到家门口果然堆放着一箱箱退回的快递 丈夫的葬礼结束后 尚恩再次响起了那个女士手机 可刚开机就有电话打来 由于片刻后尚恩还是按下了接通键 电话才刚挂断 片刻后铃声就再次响起 但这次尚恩没有选择接听而是打开了手机相册 可以确认手机的主人应该是一名不良少女 除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外 还有好多朴在浩的照片 这下尚恩终于明白了 丈夫应该是拿着这个把柄去威胁朴在浩 尚恩发现这个秘密后 用手机给朴在浩发了一张女孩的照片 并留言还记得我吗 此时朴在浩正在浴室里洗澡 手机短信刚好被他的妻子看到